你要讓DMA去開始工作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一些設定先設定好 那這些設定設定好就要花一段時間 如果說你這一次的班的資料量又不大的時候 可不可以拆剛剛DMA的作用 所以他在這邊 他可以用硬體的方式 硬體的方式把這一些資訊 轉換成實際的位置 所以他是用二維的方式來搬離 但是他並沒有講得說 沒有實際的例子可以給我們看 那個時間上的關係 他並沒有給我們實際的例子再開 那這個是他的一個方塊組 我想我們可能時間上要不要有壞一點 好 那這個是他所提供的 也是向樣式的中斷公司 就是向樣式的 其實我們目前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用到的中斷的話 大部分都是Effect 他就是一定會有一個固定的 總能像當你中斷產生的時候 他就是固定的 會到固定的位置去執行他的中斷公司 這種叫做向樣式的中斷 向樣式的中斷 那當然他也有分快速的中斷跟一般的中斷 那他符合AHB的匯油牌 提供32個interrupt 那當然這些interrupt他可以設定他的優先等級 也有提供軟體中斷 也就是說軟體層次碼裡面 你可以下指令讓他產生中斷的方式 就好像我們在清新或者是比賽270上面都有 那這個LCD的控制器 他除了這個LCD 他這個平台上面有提供一個4.3吋的LCD的螢幕之外 使用者可以自行擴充 把信浪接到外部的LCD 他是沒有展示的 他是沒有展示的 那醫生類的他就符合802.3 802.3 那他的控制器就是這一顆 那他這顆 這顆也是白蘭蠅 我記得這一個應該是一個 好像一個at的符號 有沒有 現在的網卡很多 已經不是real check了 real tech了 real tech就是蜘蛛嘛 網路卡 螃蟹卡 螃蟹 螃蟹卡 那現在也看到蠻多DavidCamp的 這個應該 這個我 他的專文我不曉得 他的專文的公司名稱我不曉得 我印象中這個應該是 延期裡面的公司 延期裡面的公司 現在還做得還好 那他有提供i2的i2C的汇流牌 i2C的那個串列傳輸的code 那他有提供sd卡的控制器 sd卡的控制器 那也有timer 這個剛才我們有看過的timer 那i2S的話就是用來傳送什麼 傳送語音的 傳送語音的串列傳輸的介面 最主要傳送語音的 拿來控制d to a 數位轉成類比 或者類比轉成 類比轉成數位 hd 好 那這個是is 這個是is 那透過這裡來做工次 1.8個 那is來講的話 他目前 目前有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am提供的 am的is am提供的 現在叫realview 那還有一種叫matiis 就是多功能的 多功能的 那這個或者是justmatiis 這個是中國那邊有做 幾千塊吧 這個realview可能很貴 很貴 那這個中文在網路上應該都 就可以買得到嗎 你不知道嗎 那還有另外一種 open ocd的 open ocd 這個資料在網路上 我也要做啦 我也拜託 拜託給王進凱給他做 用漢電路 我也拜託給他做 其實那個 其實is呢 坦白說 現在的ice 你所看到的電路板 如果說你今天是用那個 parallel port的 就是印表機port的那一種 電路非常簡單 電路很簡單 那電路最主要是什麼 把並列port的 轉成 符合Ztech的 兩隻接角的信號 它最主要的作用在那裡而已 比較麻煩的是那個軟體 現在的因為 因為現在很多主機都沒有 RS232了嘛 都知道用什麼 USB的 所以現在的ice 看上去 怎麼比 parallel port的 比較貴 貴很多 其實它只是把什麼 把那個 USB轉成 轉成 那個parallel port的那一種方式而已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記得你的URT一定要加上一個什麼 它把它稱之為Normodent 所謂Normodent就是這一種 叫做Normodent 像有一些東西我有借給它的那個 它好像是黃色還是橘色 我忘記了 它裡面重點就是說 把這個DV9的第二角接到它的第三角 然後把這邊的第二角接到它的第三角 這樣比較多傳送 因為你這邊 你這個板子 你這個target的所送出來的信號 要送到主機的時候 送到哪裡 你送出來的資料是一定要送到對方的接收嘛 所以說它那個 就是把這個線跳一下而已啦 所以你們在用的時候要小心一點就是說 欸 怎麼他們信號找不出來 可能就是因為你沒有加這個人 你沒有加那個Normodent 所以說你送出去的 送到對方的時候 它也是送出去的接繳 這樣就不太多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的啦 我們剛才看的那個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開發環境 看一下它的開發環境 它所需要的軟硬體 就是它的板子嘛 那板子那當然就是一台開發主機 那它這個比較麻煩喔 它這個會有一點麻煩 為什麼 今天你要開發DSP的程式 你一定要在Ninus一下 一定要在Ninus的周期用一下 那你要開發ARM的部分呢 你要開發ARM的部分呢 你可以在Windows底下 為什麼 因為ARM有提供你ARM的開發軟體嘛 以前我們用的叫ADS嘛 那是太古了 現在該有這個RealView嘛 這比較新的 但是它的都是插那個Windows的版本 所以說它開發這塊板子 變成說要兩套系統啦 會比較麻煩 那當然說你不在家一定要 你開發ARM你也不在家一定要等上 你不一定要用在IDE的環境 你可以用一般的那個什麼文字介面也可以 那你就在Ninus底下也可以 在Ninus底下也可以 都會閃 就是說我們Ninus可能又不習慣 我們圖形介面的用的比較習慣 文字介面我們可能又不習慣 因為你如果說你今天在文字介面的時候 你Mac file、Ling or script 那個全部都要自己寫 那Ninus底下它有提供DDB啦 除錯工具、除錯軟體 那這個對整個開發的過程來講 ARM它有提供一套完整的嘛 像我們以前在用ADS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它的編力器在裡面 它的除錯也在裡面 就好像我們在精心一樣 使用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的Compiler 你的一些工具都在裡面 你的Debug也在裡面 你也沒個挑出來 但是說你如果要比較省 因為這個軟體很貴 你如果要比較省 你就是比較麻煩 你可能要自己去找Secret 你可以安裝Secret 因為Secret底下 它也是在XP 它也是在Windows底下可以Run 但是它就是模擬Ninus的環境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在Ninus環境底下用 之所以會產生Secret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Ninus有一些人不熟嘛 那當然你要有板子啦 你要有Ice啦 好 那在環境方面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在Arm這一方面呢 你就要 可能是用RVDS 就用RealView RealView 那RealView包含了兩套 一個是寫程式用的 一個是要除作用的 那在PackDSP方面 因為這個PackDSP是公司應該做的 所以他們的Compiler 他們的Compiler都是Ninus底下做的 所以說它列了一堆 其實這一些的功能都是在這裡面就有 不 這是針對Arm啦 那這個是在Ninus底下 公園自己開發的 當然它也是拿人家的來改啦 拿人家來改 比如說像Compiler啦 Finaling Utility啦 所謂Finaling Utility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要說成功的 都有用RVDS 或者是一回合作用 就可以了 幾個部份 超級10獎 VDS 群 等於是 太臥了 對 通雲 欣賞 總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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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